出埃及记 第五章 后来,摩西和亚伦去对法老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放我的百姓走,好让他们在旷野向我守洁 法老说,耶和华是谁 要我听他的话让以色列人去 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放以色列人走 他们说,西伯来人的神已向我们显现了 求你让我们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献祭 免得他用瘟疫刀剑攻击我们 埃及王对他们说 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不做工呢 去,扶你们的劳役吧 他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这么多 你们竟然叫他们歇下劳役 当天,法老吩咐监工和工头说 你们不可照以前一样提供草给百姓做砖 要叫他们自己去捡草 他们平时做砖的树木,你们仍旧向他们要 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 所以才呼求说,让我们去向我们的神献祭 你们要把更重的工作加在这些人身上 使他们在其中劳碌,不去理会谎言 监工和工头出来对百姓说 法老这样说 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到草 就往哪里去找吧 但你们的工作一点也不可减少 于是,百姓分散在埃及全地 捡碎街当草用 监工催逼他们说 你们每天要做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油草一样 法老的监工击打他们所派的以色列工头说 为什么昨天和今天你们没有按照以前做砖的树木 完成你们的工作呢 以色列人的工头来哀求法老说 为什么这样带你的仆人呢 监工不把草给仆人 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 看哪,你仆人挨了打 其实是你百姓的错 法老却说 懒惰,你们真是懒惰 所以你们说 让我们去向耶和华献祭吧 现在去做工吧 草是不会给你们 砖却要如树交纳 以色列人的工头听见 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 一点也不可减少 就知道惹上祸了 他们离开法老出来 正遇见摩西和亚伦 站在那里等候他们 就向他们说 愿耶和华见察你们 施行判断 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 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 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来杀我们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 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 为什么拆派我呢 自从我到法老那里 奉你的名说话 他就苦待这百姓 你却一点也没有拯救你的百姓 但我们将来说 神经病 从未来的输入 人是为了 神经病 神经病 感谢观看